四國梁市長努力認真打拚的一個好市長 台灣需要的是一個穩健安定 大家努力的拚經濟 這才是我們迫在眉睫的任務 我認為就是 人民是需要安積樂業而不是政治對立 那現在看得出來 民進黨尤其是領導者 在內政完全無方 比如說不管在能源政策 或者是各種方面 它完全沒有一個方向 甚至多頭馬車 讓人民無所自從的情況之下 還是不斷的在升高各種政治對立 我想這絕對對台灣 對中華民國來講是一個災難 而且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執政黨可以懸崖勒馬 不要把手一直伸進去 這種全台大罷免的行為當中 導致全台灣的社會氛圍越來越對立 而且讓我們沒有辦法進步 果竹不前 那國民黨針對這個罷了行動 會不會有什麼反擊的動作 比如說那個罷免那個基隆的議長 我想這個部分當然還是尊重民意 我想大家一定會有正義人士看到這樣的狀況挺身而出 認為不公不義 那他們可能會有人自己去發動這樣的事情 但是對於我們黨內來說 我們所有從政的同志一定全部到基隆去為謝國良市長加油 因為他根本沒有做任何的錯事 甚至是現在司法也還他公道 法院也給他公道 所以我們所有中國國民黨的所有從政的同志 我們一定會到基隆裡面到基隆市去 為謝國良像弄一條一條走進去幫他宣傳說 這一年多來基隆市長謝國良要帶基隆往哪裡去 而且是越來越好的未來 現在國民黨似乎是之後要開始修這選罷法的門檻 不過民眾有這邊的態度 好像是認為說要先把這修整個選罷法的程序要更嚴謹 那市長那種 我想昨天蘇主席已經對這個議題有一些說明 所以我就不再補充了 市長會一起幫謝國良市長來加油嗎 當然當然我想謝國良市長非常用心 我們在能夠使力地方都會幫他來加油 對謝謝 會希望民眾黨一起加入 就是來聲援謝國良市長嗎 我想那個民眾黨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會歡迎了 我們會很歡迎 請那個公民團體推動那個罷免 第二階段昨天下午通過的主席怎麼看 我想民進黨這段時間用仇恨用鬥爭 用各種對抗的方式 讓台灣國不泰民不安 讓大家都沒有辦法安居樂業 尤其基隆市我們可以看到 謝市長這麼認真努力 他努力的把原來公產變成私產的部分 把他拿回來 得罪了某些民進黨的朋友 那這樣要來罷免他 完全沒有道理 而民進黨又用這樣推波助瀾 造成整個社會的對抗跟不安 我覺得民進黨尤其是原來的市長 也就是現在民進黨的秘書長 應該要懸崖勒馬 我們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和諧更安定 為基隆市也好 為全台灣各地也好 我們一起來努力 不要用這樣對抗仇恨的方式 來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 主席那國民黨會不會推出什麼反擊的動作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非常的不滿 尤其我聽到基隆市有非常強烈的不滿的聲音 那關鍵就在林佑昌市長跟基隆市 這些民進黨的朋友 他們到底他們的決定是什麼樣 我們希望懸崖勒馬 我們看因為您昨天有喊 這個民進人知道 含是體人之聲要來防止罷免謝國良 可是黨內因為下午好像立法院也想要修罷免 拉到罷免罷免罷免 但是黨內還是有些雜音 這樣有什麼溝通 昨天在基隆的時候 我們知道謝國良市長是最有愛跟和平 他一直強調愛跟和平 那他在基隆好好認真努力 結果今天 因為得罪了某些民進黨的朋友 或者是特定利益的人 他們就發動了罷免 你覺得有道理嗎 用這樣子用仇恨 用鬥爭的方式來對抗一個市長 那市長就是要努力安居樂業 那他們這樣子基隆還能夠安定嗎 所以民進黨這樣做 當然很多基隆市民就不滿 就是說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聲 我還是再一次呼籲 社會要祥和 我們要安居樂業 不要搞政治鬥爭 這是我們最大的期待 至於立法院在討論選爸爸 跟謝國良這個事情完全無關 那未來有關罷免的制度是不是合理 本來就有很多意見 比如說我們總統連署的時候 要有身份證的影印本 避免作假 避免抄 而現在罷免的時候 只要抄一抄名單 把身份證字號填一填就可以了 這樣對嗎 這樣合法嗎 所以這個可能也要重新來檢討 重新來討論 所以門檻的部分 提不提高都沒有關係 讓尊重立法委員 但是也有很多人提到說 當選的票數跟罷免的票數 是不是應該當選的票數超過罷免的票數 這跟門檻25% 40% 50%無關 那也是值得討論的 那我們知道禮拜三是開公聽會 那在這個階段本來就是聽大家的意見 大家各自表達不同的意見 最重要他不是針對個人 他也不是針對政黨 跟謝國良這個事情更無關 我們希望對一個長治久安的制度 做一個討論 是因為以前這個陳柏惟被罷免 你說他其實當選票數也是比罷免票數還要高 所以本來就是過去的很多案例 都可以拿出來討論 到底合不合理 大家是不是要檢討 或者是說尤其是 包括柯P 柯主席也提到的 連署的過程當中 總統是要身份證引印本比較嚴謹 而今天罷免的時候隨便抄一抄名字 或者是把這個身份證字號都寫一寫 這樣合不可以 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大家來做反省檢討 國民黨內進有人呼籲要罷免 這個聚員的基隆議員 我已經做了這樣的呼籲 民進黨本來就不應該用這樣子的惡意 或者是這樣仇恨的方式 對基隆市的市長 那就看民進黨到底林又昌 尤其是林又昌前市長 他目前是民進黨的秘書長 他的決定是什麼 薛國良市長擔任基隆市長這一年半來 非常認真 非常努力 用愛與和平 讓基隆市充滿陽光 充滿了愛 讓這個城市更有希望 而民進黨想要用鬥 想要用恨 想要對立 讓這個城市不能夠安居樂業 我覺得這非全民之福 為了基隆的未來 希望他們能夠回頭試案 能夠及時剎車 畢竟這個城市要未來要進步 是屬於所有的基隆市民的 謝國良沒有做錯任何一件事情 唯一一件事情 他可能影響了某些特定人的利益 可能對某些特定利益的背後有所影響 但是他是為了維護基隆市民的權益 為了護基隆的市產 我覺得他做的是對的事情 他的堅持值得我們大家肯定 我們一起為謝國良加油 基隆的地方的議員 我認為國民黨現在是全黨副議人 民進黨現在是全黨要殺議人 為了就是要造成社會的對抗對立 我覺得他們是用謝國良來當一個影子 當一個開頭起頭 我們不能讓社會因為個人的恩怨 或者是特定人的利益 來傷害基隆的好的市長 更不可以用對立對抗 讓基隆沒有辦法安居樂業 我覺得這是對基隆很大的傷害